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 又回到我們BROs打荒野亂鬥的遊戲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也有我們的巨型獵場喔 我們今天的話就來打一下我們巨型獵場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卷子還蠻多的 我們就直接打20倍獎勵囉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希望我可以當我們的大王 因為我這邊選的是我們的法蘭克 如果法蘭克當大王的話 應該還算蠻爽的喔 好 來 巨型獵場 我們是 哇 我們是小怪 好 那這卡的大王是我們的妮塔喔 不過沒關係 其實大家一起打我們這大王 應該還算可以 而且妮塔的話呢 應該熊熊會變很大吧 感覺喔 應該是最可怕的巨熊的感覺 欸 居然是躲起來是不是 哇 躲在哪裡啊 我的天啊 妮塔 喔 看到了 在這邊 哇 狂暴了 狂暴了 敲死他 敲爛他 定他 哇 這邊空大 哇 尷尬 不過沒關係 感覺我們這次的話打得還蠻快的喔 哇 這熊熊也是 這狂暴打熊熊 救命 快打死他 欸 幫我啊 傑西 哇 好險好險 哇 尷尬尷尬了 這邊 他應該剩下 三分之二的血量 應該也快死了 哇 又叫了大熊熊了 我覺得其實妮塔玩這個模式 我感覺應該也不是不錯耶 因為這邊可以叫大熊熊 大家叫大熊熊的話 應該還算蠻猛的 我們這邊的話 血超慘耶 加油加油 他快剩一半了 又是大熊熊 到處都有大熊熊 我的天啊 我看一下該怎麼辦 不要再打我們的隊友了 大熊熊 欸 這熊熊真的很猛耶 然後妮塔現在 還剩下一半的血量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妮塔真的還蠻適合打這個模式 因為 基本上這個模式的話就是看誰能夠撐最久嘛 對不對 那 基本上我們那個 大魔王如果撐最久的話 基本上是很好的 所以這邊叫出熊熊幫我們擋 所以 其實我覺得叫出這種東西啊 或是加個補血陣啊 或是幹嘛的 都應該很不錯喔 哇 召喚系的真的是 一個大麻煩啊 就是光打熊就飽啦 其實可能就要一個負責拉熊 一個負責去打妮塔的這種感覺喔 他還是34% 真的拖得超久欸 結果我還沒看過有沒有 就是真的撐了一分鐘還沒死了 應該還蠻厲害的喔 別想成為那個人啦 妮塔 哇 好吧 這邊的話 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三分鐘要解決他們應該是沒問題的 哇 這熊熊還在追 大家都不太想要直接打我們熊熊喔 好 來來來 20% 我等著 最後了 最後了 我怎麼好像一出來就直接死啊 10%10%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要撐最久的話 應該 妮塔還蠻久的欸 那還有大家如果推薦 哪一些角色可以撐很久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喔 你被我抓到了 你要等死了喔 妮塔 我幫大家拉熊喔 我幫大家拉熊阿 大家去打妮塔 拜託 這是一個合作遊戲 NICE 太好了 不愧是狂牛阿 狂牛果然還是可以直接往下衝啊 耗時2分31秒 其實他真的撐了蠻久的欸 很厲害喔 好 20倍獎勵 360 沒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再一樣20倍獎勵 因為其實我的卷子還蠻多的 看一下我們能不能當到那個大王 我覺得用法蘭克當大王應該還蠻猛的喔 來來來 是不是 不是 是小辣椒 我的天 好 那小辣椒打法應該就是到處飛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子啊 還是其實他積極一砲我們就可以死亡 那也太帥了吧 他直接積極到我們 我們就直接死了是不是 感覺會這樣 喔 超痛 超痛 欸 有欸 他把這當狙擊遊戲在玩欸 感覺好猛喔 狙擊手 欸 他就繞這邊邊 我們就包他 包他 一人包一邊 哇 好會喔 沒有空要打欸 我的天啊 可是基本上他如果被包到 哇 我果然是可以逃走的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妮卡還是比較猛一點點 因為其實小辣椒的話 基本上他近身打就是傷害比較低 而且他這樣的話 要逃走也只能靠大招 我覺得還是靠熊熊會比較OK一點點喔 用熊熊來拖一下大家的時間 OK 沒問題 這次應該可以打比較快喔 哇 剛剛那個兩分週中喔 這次應該更快就結束了 我們要拉近距離一點點 不然都打不到他 暈爆你這十次可 想跳 欸 跳了跳了跳了 欸 其實暈的時間沒有很久欸 不愧是狂暴藥水 OK 這邊的話你就只能被我們蹂躏了啦 還是剛剛那個泥塔比較久喔 哇 泥塔就綠綠綠喔 暈 哇 沒暈到 空大 好 掰掰 太好了 欸 我補到尾刀了 一分一十八 欸 沒問題 比剛剛還要快很多喔 一分一十八而已 看一下 能不能交更多的 喔 五百 哇 五百幣 今天開箱子開到爽了 喔 沒問題 哇 直接來個九箱欸 好 再來一次二十倍獎勵喔 拜託讓我當一次王吧 哇 不是我欸 為什麼 各種都有 我就不是王 好 這次是科爾特 感覺科爾特應該也還好 而且他更沒有那種就是逃離的技能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 抓準他打就好了 就剛剛還是那個泥塔比較溜溜溜阿 因為那個泥塔的話基本上 靠熊熊就可以把我們用很慘喔 哇 欸 怎麼沒有人在包他的感覺 好像 喔有有有有 狂牛厲害喔 這是從頭到尾都在下面的人喔 這狂牛厲害了 哇 LAG LAG 哇 直接LAG到死 好 這邊的話呢 感覺應該是可以比小阿嬤還要更好打吧 不過那個科爾特大招的話 基本上很痛喔 哇 直接被射死 又躲在這邊了 那狂牛是不是沒死過阿 我的天啊 我在看他大招的時候 直接被他射死了 看來這次的話 他搞不好可以拚那麼久喔 哇 尷尬尷尬 走走走 站那邊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可以帶一些就是 能夠幫你吸引戰力的 或是你可以直接把別人打死 那種角色都不錯 就比如說剛剛那個 像科爾特的話他就可以很 直接的把別人打死 然後 那個妮塔就可以就是拉人那種感覺 然後像我們小阿嬤的話 能殺人又可以逃跑 所以就可以用這隻角色來當一下我們的王啦 其實我還是蠻想要用 法蘭克當王看看 感覺就超級無敵硬的 定 他其實定也沒定很久欸 超尷尬的 定 不要針對我喔 哇 感覺他這次撐的比我們剛剛那隻還要久欸 1分18 他真的1分34了 不愧是科爾特 流流流 光殺人就好了 加油加油 大招都開了 好 這次的話他沒有針對我們 我們就可以來打一波輸出 定 哎呀 沒定到 好 應該是可以絕殺 絕殺啦 5% 可以 最後一下 交給你了 Nice 老麥這邊把他幹掉了 2分01欸 其實快要跟我們那個妮塔差不多欸 所以其實光殺的話應該也是不錯 500 啊沒問題 400而已欸 所以不是絕殺的話就是400喔 如果是絕殺的話就500了 有沒有辦法讓我當一次王啊 我想當王 我想當王啊 哎 為什麼 我永遠不讓我當王啊 我的券都要花完了 天啊 這場的話佩妮 感覺佩妮的話應該也非同小可 因為他這邊有擴散彈 而且擴散彈很痛的話 應該會完蛋喔 好 看他躲在哪裡 來了來了來了 就是這擴散彈 大家聚在一起就完蛋了 我的天啊 但是基本上他也沒有什麼淘寶技能啦 而且他這邊的話就是叫一個砲台這種感覺 先把砲台給打掉 不行不行 不行讓他泡台流 哇 這砲台 也是一個尷尬欸 但是我們集體一起上去的話 應該是還蠻好把他給擊他的 因為他這邊沒有什麼那個逃跑技能 但是這邊擊在一團的話就會很慘 因為他這邊的話會有擴散彈 好 哇這個砲塔 尷尬了 又叫一個了 而且你這邊要毀砲塔的話 你站離他擺太近的話 這邊他還會直接攻擊你 所以 毀砲塔大概要兩個人一起去毀 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哇 我真的覺得其實每一隻角色 好像都還蠻適合當王的 來看看啦 啊 加油 欸你 別再走囉 喔 哇尷尬 不行啦 哇 這個防禦 56% 1分18 其實都比我們那個還要快欸 都比我們打那個小辣椒的時候還要快欸 所以小辣椒真的是 沒有說很很OK 而且剛剛那場的那個獵人太會了 哇 又來了又來了 我先幫大家毀這個喔 哇 毀不了 太痛啊 哇 會不會這場比我們的那個妮塔還要9啊 哇塞 感覺有可能喔 剛剛2分多鐘 快要打破那個紀錄了 跟克爾特差不多 這邊又有一個砲塔 而且那個砲塔真的是會打人欸 很痛 所以大家也會一直去被吸引喔 因為大家一直按普攻的話 就會去打到我們那個砲塔 所以基本上還算是一個蠻好的招式 兩分鐘了 被你也到兩分鐘了 厲害厲害 定他 快快快 一個槍死 一個槍死 打多一點血 定他 快 一個槍死 有有有有 這兩波定應該可以縮短更多的時間 定他 NICE 去去去去去 9%9% 這三連定 哇 好像快要超過我們那個克爾特的時間了 這砲台真的是很麻煩喔 2%2%血量 1% 應該可以 再打到幾下就沒問題了 NICE 哇 傑西尾刀 所以尾刀的人才可以拿到500的吧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2分3的4 好 這邊的話 也不是欸 感覺好像是依照 那個成績分數的感覺喔 哇 可是我今天還是沒有拿到欸 已經最後了 如果再沒辦法拿到那個王的話 我就 我就沒有 沒有券了 讓我當你是王吧 欸 我是不是王 我是王了 太好了 先躲起來 等他們過來 欸 其實我覺得這種直接面對的話 好像角色都不太好欸 就是 好像那種可以閃避的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像我這樣一直擊殺他們 好像也不會加什麼東西 閃避 你就躲在這邊 好不好 賣來 對阿 感覺 其實像我們這種王啊 來說的話應該是最好殺的吧 因為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很好的殺人 我要撐到兩分鐘啦 加油啊 可是我現在血已經 剩這樣子了 賭一下好了 走位一下應該也可以撐蠻久的 欸 不要 我要撐到兩分鐘 你不要鬧 怎麼一直有大招啊 為什麼 欸為什麼他們一直有大招啊 為什麼一直砰 欸不要 我要撐到兩分鐘 別鬧了 哇 尷尬尷尷尷尷尷尷尷 快走喔 嗚 不要 不要 別鬧事喔 哇尷尬了 哇 我的兩分鐘 哇 爛死了我 不過好險這又一場有讓我那個當喔 1分39秒而已 比小花椒好多一點點而已 360 尷尬 不過今天有差不多箱子可以開啦 來慢慢開一下 20個箱子喔 來看一下喔 連碟 這20箱子再沒有出吉恩的話呢 我真的就是 非洲人了好不好 20個箱子出吉恩 20個箱子出吉恩 20個箱子 吉恩吉恩吉恩 來唄來唄來唄 來個吉恩貝 欸已經快要把10個箱子開爆啦 還是沒東西欸 來吧 來吧 好 剩下最後9個了 還是沒有 有沒有 來一個角色 沒有 轉圈 按太快了才會轉圈 有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就是會中 結果其實沒有好不好 現在就是按太快了 哇 寶石很多啦 但是 有沒有 給個角色 給個角色唄 哇沒有 最後兩個 喔嗚 哇 寶地 壓秒 直接抽到吉恩 太好了哇 果然 有球有硬好不好 這個 還不錯 哇 今天有新角啦 哇 好運好運 抽到吉恩啦 20個箱子還不錯 所以 像我們這種巨型獵場的話 你用很多券的話 都可以直接去拿很多倍的獎勵 然後拿到我們很多的小箱子 就可以用小箱子來開一些角色 還不錯喔 好 那我們下一次的話 就可以介紹一下我們的吉恩啦 好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就選擇屏頻道 開關鍵喔 那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